我们香港在完善选举制度以后 香港市民的政治参与度也有所提升 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人数大幅提升到1500人 当中加入了一些关键的群体 比如说全国性的组织代表 同乡社团的成员等等一些席位 可以说令特区政府制定政策属实的时候 更具国家观 更具大局观 和更关注更多持分者的利益和他们的诉求 在新制度中更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用以审查并确认行政长官 立法会议员和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参选资格 这个是为了确保爱国者治港得以贯彻落实 同时间 立法会的议席也增加到90席 使到议会变得更有广泛的代表性 这一届的立法会 已通过的据立法效力的议案 一共24条 证明香港的政治生态好转 这个是一国两制 行稳之案 打下了一个好基础